去菲律宾有两个中国人遇害 这是红星新闻报道的 那么这个事呢 因为现在这个时期比较敏感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闻 就是我们的航母跑到菲律宾的家门口去了吗 菲律宾人爱交和我们这里不也很多的问题吗 等等吧 红星新闻报道 近日网传有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高管 赴菲律宾工作室遭遇绑架并撕票 7月1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士霍希 遇害两人分数两家不同的医疗器械公司 均为公司中高管理层 两人相约 6月20日抵达菲律宾考察业务 希望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却不幸遭遇绑架 6月24日就遇害了 一名遇害人 夏某某在国内某医疗器械上市公司 担任国际营销总监 毕业于湖南城市学院 还曾被评为该校材料与化学工程近15年优秀毕业生 知情人士透露 另外一名遇害者孙某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 其父母知道儿子在菲律宾遭遇绑架 尚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幸遇难 一名自称是其中一名遇害的前同事 向红星新闻记者确认该消息的真实性 并表示自己已经接到公司发的扑告了 那么遇难者呢就在这张图里面啊 也打了马赛克的 但是这个因为官媒没有报道 这其真实性我们只好还要存疑 评论里面呢提到了几家公司 在这些个 他的也有自媒体说了啊 说上市公司两高管遭绑架遇害 被女人骗到菲律宾 交了三百万赎金后啊 私票 这里提到了这个人的名字 家属已经交了三百万赎金了 但还是被害 一个39岁 另外一个多少岁也没有说 21号这一天啊 遇害者给家里人打一个电话 说自己在本地玩牌输了 让家里人给他打钱过来 一开始呢 家里人怀疑 毕竟都是年薪百万的高管 一天就把自己的积蓄都输光了 还得向家里要钱 这里输入多少钱呢 经过家次 家人啊 多次逼问 见家里人一直不转账 绑匪就干脆放弃了演戏 打来电话 说给钱不给人杀了他们 那时候这个被害人已经打得不轻 他的家人一边联系一边报警 下面呢就给了几个截图 其中呢 说五月份去法国开会 认识一个女孩 说是菲律宾的代理商 这个女孩又给介绍了其他的人 说要去菲律宾谈业务 一落地就被绑架了 这个女孩姿称叫李娜 有这个聊天截屏还有 交换了电话号码 李娜的上司是福建人 在菲律宾做地产 家大业大 认识好多的高官 医疗行业呢 一片空白 想要发展发展 目前经过查证呢 这些都是瞎话 没有这个人 这个都是网传了 设计的公司呢 这个是苏州的 一个心血管 手术方面的器材的 这个可以查到一些个信息 又有一个信息呢 说四年内 年内聚亏了四亿 还拖欠税 就说这个公司 它是两家公司嘛 姓夏的这个是 服务于这个什么 乐谱公司 乐谱公司 是一个 传播 重工集团 和美国一个公司 合资 合作 生产什么呢 生产 新血管方面的东西 就吸血管支架什么的 这个这是也挺神奇的 公司也都是啊 这里提到的是这位啊 其中一位 这是提到的其中另外一位 绑架的呢 都是这个高级的人的 应该说啊 所以说这个 公司经营什么呢 我们看这里 所以说这个 世界影响很大啊 乐谱 是中国传播工业集团 725研究所和美国 WP公司 合资的 冠状动脉 介入医疗 器械研发 生产销售 是国内高端医疗 器械领域 能够与国外产品 形成强有力竞争的 为数较少的企业之一 自成立以来 公司相继完成了 支架导管 这个支架的这个东西吧 610亿亿的市值 位列 百大民营企业 第16位 这个支架不说是 这个都医保了吗 后来我在医院才搞清楚 因为支架很贵 好几万块钱 说进入医保了呢 就几百块钱了 我到医院了 治病才搞明白 只有特殊部位 特殊那一个地方 就是医保涵盖了 然后 几乎百分之 我觉得要我理解吧 几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这个区域没覆盖 还是要掏几万块钱 所以说这个 还是很贵的 就是做这个支架 那么这个事呢 就是 敏感在 现在就是和菲律宾关系紧张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什么 民族关系 国家关系 这个没什么关系 都图钱的嘛 评论第一条啊 对我国不友好的 同胞不要去不友好的国家 这个不友好的国家 指谁吗 是吧 指哪一个吗 这也是个问题 是吧 有的是民间对友好 但是政府和政府之间 不是很友好 有的是这个政府之间 和政府之间友好 民间的对民 不是很友好 这个要分别